去去 去去去 夜深人靜 圓景站在納谷塔外驅趕鴨群 因為有兩名大學生 連夜上門偷鴨被帶個正著 你們怎麼抓 就用袋子抓起來 不會跑嗎 對啊 會跑怎麼抓 就比他快 兩人半夜不睡覺 拿著袋子在圓區內抓鴨 讓圓景看傻眼 你們今天來抓多久了 剛來 第一次就抓到了 沒有啊 弄很久 第一次就抓到了 他也是第一次被警察抓 第一次上門偷鴨就被抓 真的好倒楣 警方也搞笑回應說 這也是兩人第一次被警察抓 你們抓他只要幹嘛 就是養養 你要養哪裡啊 養他在他家 他家有養他家 就已經養在家裡了 三號深夜 這兩名大學生跑到高雄 赴頂金公墓旁的納谷塔偷鴨 說是為了幫家裡的公鴨找辦 其中一名學生更說 自己立志當警察 當場被鴨子主人吐槽 我說你鴨子 你基本概念都沒有 所以我很開心 我說你給警察來 我說是不是你在上課的時候 他的群組裡面 有一個以姜母鴨 作為那個群組的那個名稱 那裡面都是這一次 他要竊取鴨子的 那一些時間地點的討論 甚至還有相關事前做 那個地形勘察的討論內容 所以說這個張信嫌犯 他的那個避重就輕的說法 他不攻自破 那顯然是在那個推卸避折 為了抓鴨 兩人還成立賴群組 事先勘察地形 逆定抓鴨計劃 也讓警方懷疑 兩人根本是冬天到了 想吃姜母鴨進捕 才意向天開來偷鴨 但為了一隻鴨子 兩人最後被依照竊道罪移送 得不償失 記者蔡仲勳 郭震SG小組 高雄報導 榮辯达 李承堅